现在这里海拔是5200米 太荒凉了 小白现在的嘴唇全是紫的 脸色也很差 赶快走吧 咱们这儿就不下车了 继续走 下面下一个地方是安多 安多海拔也比较低一点 有好好的多 我现在在安多 安多县这里买氧气 我们在这边 现在是要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 然后这边要隔离4到6个小时 然后小白现在已经缺氧缺了厉害 然后我在这里排队 买氧气 买个氧气枕头 但是这里他只收现金 幸好我身上还有几十块 还有四十块钱不知道能不能够 这个开的单身上刚好 一个氧气四十 西洋馆三块 我刚好四十 少三块 我看吧 如果不能微信付款的话 那么这个西洋馆我就不要了 我就只要一个氧气 小白说我的嘴唇也在发紫 好像真的有点发紫 脸都是紫的 真的好难受 就这边 这个人民医院 哎呀明显的就是 哎呀人手不足 可能是因为这边就是气候环境相当恶劣 应该是没有没有多少人愿意在这边待吧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说以后遇到这种 这种问题的话 比如说核酸隔离啊 像我们现在在医院里面要待六个小时哪都不能去 如果就是说在这边要做这个核酸隔离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外面买氧气 在这边买氧气的话 你要先在窗口排队挂号 然后再去医生那边排队开氧气 然后再去排队 再去挂号的那边排队结算 然后再在药房排队拿这个氧气 像我拿这个氧气我至少花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是在外面诊所里面的话 这当时给钱当时就拿了 最多不会超过五分钟吧 所以小伙伴们如果以后遇到像这种问题的话 直接就在诊所里面就把这些事情弄了 刚才把小白等的 脸色特别难看 我觉得我撞得跟牛一样 跑的是高海拔的地方 我在我在若羌那边 那边山上到五千五千多 然后一样挖石头背着石头锁 然后结果跑到这个地方这才四千多 还不到五千 现在这个位置还不到五千 然后结果头疼得跟针扎一样 就太阳穴 刚才小白让我按他的太阳穴 就太阳穴 你明显的就感觉到他 他这边的血管在那种用力的跳动那种 就好像真的是血管里面氧气不足 然后他在实际的在吸氧 主要因为突然从低海拔地方一下到空洞海拔的地方 的原因呢 我估计也是 喝可乐 这是喝可乐什么的 他只能增加身体里面糖分 就是说是有一些效果 但是最好的效果就是直接吸氧 这种氧气带真的不能用 这才多少 为什么 这才呼吸了五分钟 这个氧气带就已经塌了 你看现在不管他 他就这样 然后你时间按一下 我看 你这样按一下 时间按一下然后这样才冒泡泡 然后你再给他放松 泡泡就停了 然后我们两个是不是有点傻 在这里玩泡泡 泡到4600多米的海拔蟑螂 玩泡泡 出去等一会儿还灌一瓶 这里 这太不内容了 这是暗多没有发现可以灌氧气的地方 咱们再往下面 咱们晚一点再冲 走的时候冲一袋氧气 然后往那渠那边 海拔低一点 那渠那边肯定有冲氧 我觉得还说 可以吸一个小时呢 这才二三十分钟 你时间你吸一下 你吸一口 只有他时间吸的时候 然后这里面才会有泡泡 看我老公的脸色 都变成啥样子 嘴唇也是乌的 然后这里 都起壳了 小伙子 现在我们在这里也没办法 这个外卖可不可以买氧气 实在没办法 然后我们氧气罐的氧气用完了 然后这个枕头也快用完了 然后我刚刚想到一个妙招 就是交了一个外卖过来 然后把刚才那个氧气瓶 氧气大氧气罐 给人家那个外卖小哥 有外卖小哥带到外面的那个 可以灌氧气的地方 然后一会是 看氧气罐是多少钱 然后跑腿一份一起给人家 小白因为今天高烦 吃不下东西 现在这个才是今天地 今天早上就喝了一个 稀饭 喝了几口稀饭 然后这个才是第一顿 实实在在的吃的 谢谢多少钱 80 然后我再付给你多少 我一共付给你多少 你看 我不要嘛 你打个好瓶给嘛 啊 不只要打好瓶 他说那个是高烦地方 这个这里打不上去 给人家付个130 不要嘛 必须要给 辛苦了辛苦了 你简直救了我老公了 微信收获130元 谢谢啊 啊 好 拜拜 人家才要 人家把票给我了 才80 然后人家说不要钱 不要不要跑腿飞 我给了人家150 130 挺好的 是不是有氧气的 就有安全感了啊 嗯 等会我们走的时候再灌一灌 不用灌了 这个够咱们吸到拉萨了 拉萨然后 刚才我们的朋友 吸到回去了 刚才那朋友打电话说 到拉萨里跑了 对啊 小伙伴们我觉得好神奇啊 居然 纳曲这边 纳曲到拉萨已经开通了高速了 还是精脏高速 精脏高速 精脏高速 哈哈哈 以后慢慢的一定会全线开通的 太厉害了 在红绿灯路口右转 我们终于到拉萨了 然后我的左手边 看 不打拉钢 300地处有闯红灯拍照 开心吗 晚上要不上进 晚上肯定不上进啊 这现在是大家看到的就是 他没有灯光 在晚上10点钟以后 这个灯光就全熄了 10点之前那个灯光亮起来的时候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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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好了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